新冠肺炎已經陪伴我們差不多一年 全世界人類的生活習慣都已經改變 其中包括我們如何去慶祝節日 這個節目就會帶大家走遍 日本、西班牙、韓國、台灣 當然包括我們的家、香港 看看疫情之下 我們如何去擁抱我們最後的快樂 如何過一個不一樣的節日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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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最後一集 我們說的是情人節 以往要去認識女生約會 其實很簡單 出去多點玩,認識多點人 機會自然就大增 但疫情之下,每個人都要留在家裡 對於單身的朋友,怎算好 幸好還有科技幫忙 疫情之下,香港有一個交友應用程式 一年的用戶量多了三倍 而且使用量多了八成 提到全球的通訊軟件下載量 更加高達10倍 今集製作組很有心思 故意安排一個情人 讓我一起過情人節 待會還有視像約會 我很簡單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女生1米75以上 眼睛大、鼻高、心底好 喜歡小動物 不會嫌我窮,還要嫌熟 你好,我是Brian,你好 你好,我是Hillary 我經常看你的節目 甚麼節目 我也經常看你的節目 是嗎?真的 這段期間莫說是第一次約會 就算是感情穩定的情侶 也要靠視像通話的方式來維繫 至於我跟Hillary聊了甚麼 大家都這麼開心嗎 當然不告訴你 最重要的是她答應跟我約會 好嗎 而且知道她的性格,這很重要 因為通常分手排行榜的第一名 通常是甚麼?性格不合 她應該差不多了 你好… 你好,Hillary 你好 先拍攝吧 接到… 怎樣?今天帶你去哪裡 我今天第一站 打算帶你去做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一個D.I.Y的工作室 你喜歡自己攪拌嗎 喜歡 來吧,來吧 D.I.Y的工作室 你好,Ageo 你好 我們今天怎樣開始 我聽聞可以檢測性格不合 對,因為這個叫個性訪問創作 其實是給一些情侶 或者可能性的情侶的朋友上來 看看大家的個性是否相配 將來大家會否有這麼幸福的旅程 我看這裡有些咖啡豆 對,沒錯 因為如果聞到很多時候 我們的臭覺會累 我們稱為聞物品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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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所以要清洗鼻子 先試試看 開始吧 你有沒有試過嗎 我沒有,我沒有做過香水 先試試看 看看我們是否臭味傷頭 是香味傷頭,好嗎 好像考試一樣 試試 這是甚麼?我好像看過了 像蚊子,薄薄的 我兩個… 像嗎 不像 這個應該不會是蚊子 所以你聞一聞那個咖啡豆 其實這個測試可以知道你的性格 對 你會否害怕赤裸 這些女生會很介意 我不害怕 我本身也是一個很容易表露自己 是一個怎樣的人 而且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相處 如果你知道我的性格 當然是好一點 比較容易相處 性格不適合就不會浪費時間 直接吧 是的 我第一次約會 有男生帶我這樣去找我的性格 我覺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而且因為這件事需要花時間 你知道男生沒有耐性 如果他願意陪我這樣做 我就會覺得很甜蜜 而且男生好像不錯 我們做一條香師 其實是怎樣用香味 去幫別人說出他的故事 可以是一個人 可以是一些事情 其實我會覺得做到這件事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都應該有自己獨特的香味 中間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跟香味有關 就是一個個性香水創作 從你喜歡的味道 其實你會反映到自己 其實是一個甚麼個性特質的人 那怎樣去解構 我提及了一些大家比較重要的 兩位其實都是一個很喜歡玩的人 對,因為Pruity的個性是很興奮的 他會帶給人很開心的感覺 例如草香… 草香,Hillary是否喜歡去郊外 喜歡去自然之類的感覺 我少去,但我喜歡 Cicrous其實是一位做事很爽手的人 即是快手快腳的 你叫我填得多快就知道 不是很能等的人 沒有耐性 對,沒有耐性 Pruity代表你是一個很愛人 你是關心別人的人 對… 真的嗎 你也有,其實你也有這個特質 我也有 因為女生選Crous 中間也有少許男生的特質 可能你爽朗或是有時候很困難 而Priat,你男士之中 也選了一些花香的藥 代表你不是100%很光強 很光烈的男人 而是… 我也會有流淚的時候 你也會有少許… 我會有軟弱的時候 對,是比較傻、柔軟的臉 也是 另外最後這個就是海洋釣 海洋釣其實代表你喜歡自由自在 你倆也喜歡這個 你很強 你喜歡冒險的 我喜歡自由 愛自由 對,真的自由,沒甚麼束縛感 我們真的覺得很赤路 很準確嗎 我覺得比星座準確分析 我也覺得挺準確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我會有很多人 我會想男人的尊嚴 愛情和氣味很重要 氣味其實是決定你喜歡的人的直覺 如果你不喜歡那個人的氣味 其實你不會喜歡那個人 所以第一天要先過鼻的關 是很個人的,而且是一個聯絡 氣味和雙方的關係 你覺得這隻怎樣 男生噴這隻可以嗎 可以 是嗎 也挺清新的 不是那種很剛強的… 很容易,可以親吻 所以我覺得這個香水活動 很適合初遇 因為我記得Angelo老師說的一句話 就是你不追求我,你不知道會否配合 我說香水 Hillary其實挺適合我 因為第一件事 她的性格給我感覺已經很愛向、玩笑 起碼第一件事跟她一起一定不會悶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她首先又高大,又英俊 然後剛剛老師也說 其實我們選擇的東西 我們的性格也挺合適 然後她又可靠 現在不小了,當然要選擇一個可靠 在疫情之下拍拖對我來說是好事 因為荷包的壓力減少了 你有沒有影響關係 我又覺得沒有 有時反而少了外出 在家裡或在車上相處的時間 大家又好像聊了多了 又好像了解了多了 Hillary 在疫情期間有甚麼感人之心 小故事會觸動你 也有 我之前上網看了一段影片 發生在紐約 有一男一女 因為疫情太嚴重 她們就要留在家裡 有一天男生看到對面天台 女生挺漂亮 跟她說好 然後女生就要回應她 所以她把自己的電話號碼 寫在航拍機上 然後飛到對面天台 然後她就認識了女生 然後她們會對著視像 一起吃飯、聊天 那男生也挺喜歡她 覺得我要在第一次約會前 就要很近距離見她一次 然後她就買了一個很大的催氣波 然後自己走進去 然後就… 走到女生的大廈 然後送了一束花給她 我想問,這段影片的女生 是怎樣拿到一束花 方法永遠比困難多 如果你想想,一定會看到 如果我是那個女生 一定會想死 我現在也想死 快要不要養氣了 拍完嗎 明明不見 我為什麼看到女生 很遠 時,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很多國家都會實施 這種非常嚴格的社交限聚 令很多親人和愛人 都不能夠親身互相接觸 但有人想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方法 就是發明了這個泡泡手套 當我去拜訪你見面的時候 就算我們不能接觸 中間隔著一層的膠 但這裡就弄了兩個洞 戴上這個泡泡手套 就可以穿過去隔空泡泡 所以說這個世界 就算再多的病毒,再冰冷也好 只要我們願意 始終都能找到一絲的溫暖 對,對,對,對 帶高一點,可以接觸得更多 不要戴頭套 怎樣?剛才的香水工作室對嗎 是挺喜歡的 我也發覺你是一個挺喜歡 D.I.Y.做一些手作的人 所以我決定帶你去做一個 D.I.Y的工作室 不過這次做了一件事 你每天都會用 很漂亮,很貼心、很貼身 而且很有安全感 是甚麼 我只是看一天見面而已 你待會就知道了 還有那個鏡子 想不到我們第一天就有情侶裝 是否有情侶裝 疫情侶裝 疫情侶裝 我今天特意為你設定的頭 現在要弄亂它 整個人都清新了 我現在是弄一個給你 所以是以你的喜好為先 不是弄情侶嗎 是嗎 是情侶吧,好 但你應該很難戴,對嗎 我覺得你不會戴 要是我弄這個粉紅色給你 沒所謂 就是這個 你會印甚麼字上去 因為除了可以選擇顏色 選擇耳帶 還可以印字 我會印你的名字 很浪漫 對 一定戀愛越是幸福 就不需要高調去穿恩愛 所以我們這個口罩 應該是一個低調的情侶裝 對 你叫H、H、B 原分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很英俊 好,就這個吧 我應該甚麼風格都能維持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我又要配這個 你覺得呢 這個呢 這是蕉蕉嗎 蕉蕉 這個配白色 泡紋搭配這裡所有顏色都搭配 黑色好像太普通,對嗎 這個吧 啤酒的,好… 放開了 這樣漂亮嗎 很漂亮 做得很完美 很假 這樣吧,全都揮了 甚麼 這樣,搭配那個位置 對嗎 是 我不猶豫,狠狠地 真的嗎 來 2 1、2、3、4、5 可以嗎 因為你的花太花… 花太厲害了 HB214,今天的日期 然後是英文名字的字 表面是看不到的 愛是藏在心底裡 幸福這些東西不用給別人看 自己看就行了 恭喜你 你畫得正式一張 謝謝 先拍照片 其實我覺得這個挺合襯的 我也覺得這個很合襯的 我不是這麼大膽的人,這麼幼稚 我沒試過有任何泡紋在身上 但我覺得這樣配合就不錯了 你本身內裡是幼稚的 幼稚的,是野獸 我現在把他拿出來 七師傅說我裡面有一隻野獸 其實你內心裡面有一個野獸 有一個野獸 你覺得這個虛擬口罩如何 寫到過程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學到一個小技能,有證書 然後可以製作自己喜歡的款式 如果是情侶來的時候 挺有情趣的 而且這個活動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也不會突然會去製作口罩 有這個活動 其實我一向都是用最正式、最普通的 但當親身自己去選繩 再印字 我覺得原來可以這麼好玩 以後就開始不再用 只用白色的口罩 以後就會… 會做拋文 會做拋文 對 你好 原來你有開車嗎 對 我們去哪裡 我準備帶你去一個你會很驚訝的地方 那裡就會…我不說 總之我帶你去,你就知道了 很害怕 放心,我不會拐帶你 你準備好了嗎 好,來吧 你有開車嗎 我沒有 本來打算考驗,但疫情 很開心 但我… 我以前也沒有開,我開了幾點 不是,但男生一定喜歡開車 但我是左右不分、手腳不協調 有人載你就可以了,不用自己開 有人載我就可以了 對 但老實說,我還沒去過這個地方 我還是上網聽聞很棒 所以我正在找路 上網?是否很多人做這件事 甚麼很多人做這件事 去這個地方? 是 又不是 對,只有一些有心思的人才能找到 我覺得你這個人其實挺浪漫 你這個安排很有心思 當然了 但畢竟是情人節 我覺得最棒的是甚麼 是這個… 來吧… 無敵大海景 我不是… 對不起… 你知道甚麼時候喝香檳嗎 任何值得開心和慶祝的時候 沒錯 所以今天就是… 慶祝我們的第一次旅程 乾杯… 我真的有錯過,覺得自己不是香港 像西澳一樣 所以說不一定要去旅行 其實在這裡也很輕鬆 別一直在想 情人節當然會有特別的安排 但現在又限制領 晚上不可以外出吃飯 我沒理由叫外賣 兩個人在車上吃,感覺很差 所以就有這個車竿 這裡所有東西都是你帶來的嗎 當然 這些我親自摘,你知道嗎 有我的手毛在這裡 我不要,你看 你看 那這輛車有甚麼用 那輛車頂那裡 這個其實是現在外國很流行的 傳進來香港 他們安裝了露營的鏡頭 在車頂架上 如果你可以駕駛到哪裡 就可以去到哪裡 去到哪裡 去到哪裡 不一定要睡 即是今晚我們也是… 看完日落就走了 對… 這樣吧 你滿意今天的行程嗎 我覺得挺浪漫 而且可能是因為疫情 今年的情人節 好像過得有點特別 會比往年更浪漫 因為男生開始花心思 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 男生肯花錢就有心思 是 即是你幫助一個漂亮的餐廳 或者你用錢 就可以安排出很多外出的活動 但今年你有錢也沒用 你也不能去餐廳 晚上可以吃飯 旅行又去不了,又飛不了 其實現在簡單單,挺舒服的 現在聞一下這裡的草味 對,海浪的聲音 這是香水的味道 這是我們的香水的味道 但我也聽過在很多疫情之下 尤其是一些結婚的結婚 可能真的對太多 反而困獸鬥令離婚率高了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 如果對得多,感情反而會比較好 要相處才知道是否合適 好像藉著這個疫情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們倆相處 然後看看對方是否真的適合自己 不考驗你的人是否真愛 Hillary,你找了你的真愛嗎 看著沙灘美景,身邊有美女雙伴 這個不一樣的情人節 也算是新鮮體驗 不過話雖如此 最希望當然就是明年今天 大家不用再戴口罩 亦不需要再在種種限制之下約會 就在敬遠沒讀了 我們也是的 你真愛你 也在這跟店家說 你真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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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和你 aynı 再見